今天謝謝大會的安排 讓我可以從目前國內的產業面的角度 來分析一下未來發展的趨勢 以及從產業界的角度來提出我們對技術缺口的需求 來向各位在座的專家來救教 我想無人機如同我們的專委剛說的非常好 其實國家從過去的四年當作是5加2的重要國防航態產業的基礎 到了今年5月20號 蔡總統在他的第二任期的宣誓 就是要發展特別是國防航態的戰略產業 這裡面有一個特別的重要 因為台灣的特殊的局勢 使得我們現在無人機的這個國內的mission或是使命 要特別注意到這個居民可以聽得很客氣 以及未來戰略產業的發展 在整個這一個目前所謂的這個六大戰略產業裡面 跟我們無人機比較相關的 其實蠻重要的是結合5機 能夠打造比較安全信賴 也有國家安全的通訊 那這點是蠻重要的 因為我們知道行政院已經正式的發布 那麼大陸的大疆 它的無人機事實上是有自來勞動的 所以我們很期待國機國造 或是我們國內的通訊系統整合 能夠彌補掉我們國內產業的需求 而不會有治安的維護 影響 另外呢 剛剛所說的軍民通用科技 以及戰略的產業 乃至於其實無人機會在防疫後 武漢肺炎時期 扮演蠻重要的軍民物資 戰備物資的遞送 或是防疫的整備 那這些其實都是在一個非常時期 可以展現它非常積極的一個效果 的確在過去5加2的基礎上面 我們也被定義成是 跟高校機一樣的重要項目 原因是因為無人載居 它麻雀雖小 無上俱全 能夠讓我們的產業鏈進行 練兵完了以後 然後呢 可以在整個飛行系統上面 逐步的在次系統上面 建立自主性 那麼這裡面也不是只有飛行器的設計 包含了它的能源 經濟性能源供應的專家 包含了電池 我們知道國內在發展電動車 自駕車等等 我們還相當抵重的要依賴 中國大陸的紅色供應鏈 如何能夠在我們的市場 包含居民通用的內需市場下 以及新南向的藍台上面 所需求的這些民主建 讓台灣的臨近供應商能夠起得來 有我們自己的Ecosystem 那我認為是這個目前當前最重要的部分 那我可以看到了 在這樣的政策指導之下 越來越多 我們國家國防上所使用的無人機 開始它的數量會開始成長 而它的Maintenance Repair Overhome 就是它的整體營運維護 所需要的維修能量 也開始在國內必須找供應鏈 同時它也必須要在它的投戰率上面 能夠有足夠的人才的資源 能夠進行它的投戰率的提高 基於目前我們都知道 南海、東海 都是全世界無人機的令兵中心 那中共以超過300億人民幣的資金 斷念了55種無人機 給它所有的軍種 那這是非常龐大的一個數量 台灣也未來必須要針對國土防衛 跟主權海域的數位 必須要發展不對勢作戰 那這個數量上面 當然會在第一波 在前面擺夠足夠的數量 那麼以智慧化升級的這樣的防禦系統 來這個比喻來襲 我現在有在座所有的專家 我們的首戰絕對不會是中戰 對不對 我們有個信心 好,準備 我剛剛理智教說在底下 雖然是我們這個 能夠做很好的表演 但其實這裡面考驗的蠻多 比如說未來跟5G的顯接 飛機跟飛機的中間 都是一個動態的通訊的節點 知道嗎? 如何讓這樣的 Formation在空中可以明巧的變動 而不會產生互相的碰撞 乃至於它可以在高速移動中 進行做這個協同的運動 這其實是非常的困難 但是轉個方向來講 它不是你的內門 它變成空中部一個雷區 可以做一個防衛 主動的防衛 其實這個 這在任何一個國家 我相信在中國大陸也是一樣 他們努力的在扮演這樣的行為 這個需要很好的AI 很好的工序 另外我們可以看得到 為了要適應更多的工部門 私部門 乃至於更困難的應用 比如說送貨 那麼既要有定義機的效能 又需要有這個懸疑機的垂直起降 減少碰撞的需要 所以 V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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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得出來 越來越多的部門 因為很重要的產生師 就是垂直升降起降的能力 但是呢 它一定是符合構型的 到這樣 尼南橘卡這可能有頭痛 這個可能要多了一類 定義懸疑之外 又有其他的構型 那麼 殘航石跟高載重 我想今天有多專家 可能也會在這個主題上 特別提到 那麼 也是未來蠻多的 當前的應用 要特別需求的 我們這邊列了兩個 一個是工業院 那這幾年呢 殘化所在這個燃料電池 的獨立之下 那麼讓它的載重 目前在 我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5公斤 或是接近10公斤 可以到 200分鐘 那麼這個是一個蠻大的挑戰 它們還持續在努力 包括它們的電堆的技術 那這個是林清一教授 林清一主任 那麼之前的混合動力 包含了4個 這個氣燃的引擎 能夠撐起它主體的載重 再透過4個 這個電動的螺旋槳 可以改變它的姿態 類似這樣的混合的 油煙混合 或是燃料電池的混合 來增強它的備行的時間 那麼這可能是一個 常常時必要去思考的解法 另外我們都看到包含雜誌 這幾天很熱門的新聞 我們MQ9B 試駕總共要 181 181 含地狀設備 那麼 這個未來可以航程到1萬億星農務 但是這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擔憂 我們不斷地在各個地方 在重啟或是在呼籲 對我們國家的騰移機 那麼一定要持續地在發展 那麼其實它不代表是一種互相的競爭 可能也是個貨物 因為如果當初沒有漢翔的IDF 的話我買個F46 如果我們現在就算可以買到4台 這個海上衛士 但是你沒有自己發展平衡機 它還是有很多東西會讓你裹腳 所以這個還是必須要有自己本土的能量 但畢竟是買了這樣的先進的設備 我們該怎麼利用這個台美最好的 史上的 最好的這個契機 我個人認為是台美工業合作 那麼 在這個 整個 空軍的建軍的過程裡面 能構想 當然是針對派民島洞沙 更遠的這個地方 能夠尋目我們的主權海域 還包括經濟海域以外 有可能的 那麼在這樣的 很複雜的系統引入的話 它未來也有它的維修 它有很多的重要的事情 都是目前全世界蠻重要的航開公司 包括Honeyway 包括GA等等 包括國營 那麼每一個重要的component 有沒有可能透過這一次的購買 那麼同時有部分的 比如說I-Level跟O-Level的這個維修能量 可以計算到台灣 那麼讓這個台灣的產業界流產 這其實是蠻重要的事情 好像我們現在買了非常多的F6V 那麼它也常在爭取 這一個F6的 兩太的維修中心 那麼在這個工業合作的過程裡面呢 我們在這邊也是像科技部 跟經濟部也經常在請願這個事情 也就是這樣的國家的 重要的國防的項目 那麼透過了跟原廠的合作 那其實可以帶動一些計轉跟一些能量建立 利用共和的元素 這個是我們最近跟一個我們很相似的國家 叫做比利時 然後比利時呢也在買 也獲得或許能夠買這個MQ-9B 還有一個國家是奧利利 那他們都把他們的工業界 也就是說Industrial Participation Package 他們定義的國家裡面有非常多 比如說電裝的、地面設備的、做雷達的等等的 做材料的、做布材的 他們都跟這個剛剛我們那個錶上面的 整個MQ-9B的供應鏈做對接 甚至更重要的是 比利時他們甚至有很多軟體技術 包含了在AI的Image Processing 特別是Hyper Spectrum 或者是有很多的Full Motion Video 如何用AI的部分來做物件的辨識 那這部分軟體工程的再加上去的話 是他們Logo發展的 那必須要有一個廠裁支援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模型 就是說可以靠在台灣 雖然我們花了很多的錢 可能要到180億以上 但是我們對我們無人機界 或對我們的航態界是有幫助的 那麼越來越多人剛剛的說的描述 我們剛剛跟專委說 希望能夠在室內裡面飛行 然後找到鑰匙或是找到這個眼鏡 其實在室內有很多很困難的場域 這個沒有GPS 所以如果在一個封閉的空間 或障礙的空間 隧道內高架橋底下 去找到它的路徑 可以坐著回來了一群的去走 那其實在自駕車跟飛行器是一樣的 那麼從過去看得到 而能夠躲避到它的障礙物 到能夠感濕到去躲避它的障礙物 這其實蠻重要的一個無人佔據的申請 因此這邊也跟科技部的長官報道 有蠻多AI的計畫跟涉月的計畫 那麼這兩年跟無人機有相關的 其實就是在突破這個部分 包含了我怎麼去做障礙物的這個迴避 以及障礙物的演算 那這是台南電機跟經緯的一個例子 那麼利用了在這個環境裡面 我們能夠找到不變的一些障礙物 編制出來以後 能夠做這樣的環境結構 去建立一個空間的一個3D的地圖 那麼估算出無人機跟環境中的相對位置 掌握自己的定位跟空間的道行 當然在行進間的過程裡面 要不斷的更新 也就是一個動態地圖 隨著一段時間飛行之後 那麼無人機會量測新的環境的資訊 那麼利用地圖更新的演算法 決定是否再發佈出去 給後廟飛過來的無人機 知道它這個環境已經變動了 這完全都是一個動態的發現 動態的抵對 動態的回饋 動態的發佈 那這樣的機制在無人測 跟無人機的無人會越來越多 我們可以想想說 如果今天已經有登記了 我也很驚訝 已經有三萬多台 三萬六千多台 它不會同時飛來 可是越來越多人機在天空飛的時候 它的數據如果都是回報到一個雲端 它是一個cloud sourcing的一個processing 很多它自己本身 參與在這個群體的飛行中 分享它的資訊 造成整體大家的悲哀的更加的安全 其實這個是希望是這個 這是我發佈的精神 是這個樣子 那另外一個這個是輕大的社會計劃 那我也覺得這個是蠻好的歷史 利用了這個BUTO 它的整個四神經的部分 能夠導入來進行做無人機的避戰 那重點是我們台灣在腦神經醫學上面 在全球廟文明的 已經能夠掌握了國銀 它的四神經的 在大腦裡面的機制 以及國銀的運動 那怎麼樣有這個腦神經科學的專家 搭配了AI晶片的發展 如果可行的話 能夠讓我們擺脫 或是不需要GPGSS 這是他們在思考的 那因此藉由不同學們中間的合作跟整合 可以把已經了解了這種昆蟲 他在運動以及認知上面的腦神經 把他轉成是對於運動的自動控制 我個人覺得這個是很涉悅的 很進步 那這裡面有非常多 我是點一個是鄭貴中教授 跟這個羅宗全教授 他們在科技部的未來展的部分 也是非常文明 那到底他們目前為止 發展的怎麼樣 其實台灣的專家 他對於整個從視網網開始 到他的大腦的整個視神經 中間的傳導的過程 他已經掌握得差不多了 那麼 我能夠做到這麼聰明的飛行 其實他是只需要800的比特色 這幾支復原 我們現在的無音機用了非常多的Sensor 很多Sensor都是過度的太多Information 手機拿起來就有1萬2千的畫素 你這1萬2千畫素 太多訊息了 我們必須要用很多的Compolution 一層一層的降階 才要想辦法找到 所以反過來在想 我們很多人 我以前也是當老師出身的 同時要把簡單的東西做複雜 才跟人家不一樣 那其實昆蟲界生物界 是把昆蟠的東西簡單化 也許不需要那麼多資訊 如果我只能用800px 我就能夠找到感測我在空中的地 空間的位置 位相關係以及地障 那應該就很好用 可以很快速的監測做Compification 因此呢 簡單說 昆蟲在飛的時候 就是掌握前方的光流 包括他腦神經裡面 知道有很多的障礙物在旁邊 他對跟你的光流的互動是什麼關係 或是有新的障礙物cut in的時候 他會有什麼樣的視覺上面 跟認識上面的變化 當你知道以後 就可以把它進行做電路化的集成 去做 那現在你目前來說 我在一個在空間裡面辨識出來 在飛行的過程裡面 知道有沒有障礙物突然出來 其實他只要13個神經的 就可以去做了 這少的可以 如果你開始跟昆蟲 生物界去做學習 這麻煩你幫我按一下 那同樣的 在一個沒有看過的 你透過了學習了以後 那你的Sensor的佈局如果夠了 在一個很低階的部分 他可以像昆蟲一樣 他可以去瞄準 我們看到這個就很像在太空桌裡面 Maneuver 去接 他鑽過這個狀況 可以出去 事實上就是類似昆蟲的 他的發現的物件 以及在計算 看要從哪個地方 還進行做穿運 這個樣子 這樣 那事實上這個過程裡面呢 事實上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都沒有用到 任何的GSS 而是在環境的學習 然後透過他的 這樣的仿生的工作去做 好 那 因此 在需求面上面 的確 約約約多部門開出來 他有環境的 有災害的 有國土安全的 有重大GREADY CODE 設備的巡檢 或是這個 物流 但是他一定會有欺負缺口 這些欺負缺口 其實就是我們今天開這個大會的部分 我們希望在 不管在他飛行上面的航時載重 或是讓他智慧的提升 或是電視或各方面 甚至有更多飛航太的 其他選人的人 同時加入 來共同解決這些欺負缺口 而能夠 回應到說 我們在世界的無人機舞台上面 是跟人家不一樣 智慧程度更高的 那當然 在當前這個狀況 已經非常多的蓬勃發展 包含了這個 從2018年開始 急政署 急政署今天還有幾十位警員 正在高鐵的沙魯站旁邊 現在正在散客 準備要口罩 那這裡面 當然 他們也希望能夠建立第一代 科技直播 動態巡邏 那麼他如何用這個影像的部分 將來發展AI 能夠快速的算出人頭 或是掌握狀況 那當然他們也不能說 只有白銀可以抓 腳透 他們不能抓 所以必須也會有夜行的設備 夜行設備呢 夜間的影像的目標發 現在發現跟有陽光的目標發 是絕對不一樣 也是混合著這個系統 那麼也感謝民航局 民航局跟這個農委會 目前在國內的大型的無人機 的推進上面 我們取得巡視認證 我們開始要 人員也要有考照資格 然後呢 越來越多的設備 放到上面來 舉例來說 目前農養所的雄音機 對於新裝載的 一億畫素 兩顆 的相機 那麼他也越來越多的 不同的Sensor 包含了他有各掃儀 包含了他有 去有吊倉的EOIR 各式各樣的設備 那麼 這樣的設備呢 其實都必須要在國內的展具上面 進行做客製化 然後必須要確保他的安全 跟行事證管能夠取得 飛行的許可 然後去進行做任務 這是他的EOIR 對於未來的生態 是蠻重要的 而這樣的 比較微型的MANS的Sensor 也越做越好 它其實攻擊數都不大 那這樣的整合機 其實比過去 有人的飛行的系統 可能會越來越多 一定越來越多 拍照 拍照跟取向的部分也越密集 同樣要解決了 這個全台灣的列島 他們會做一些努力 比如說他有非常多的地面站 每隔三、四十公里 每隔三、四十公里 實戰下去完了以後 從台灣尾到台灣頭 都可以回船回來 Legacy 他希望能夠在15個 mini second裡面 那 績效如何 去年的年底 為了要掌握我們台灣的甘藍菜 它是否有菜價分別 以及oversupply的現象 那麼預計要從彰化以南到台南以北 這麼大的面積 總共是62500公頃 62500甲這樣的面積 希望能夠掌握 那這絕對是個大事情 那麼透過多人多組 那麼計畫性的作為 把它做出來 然後呢跟民航局裡面做很好的協調 十月取得民航局的這個系統完以後 經過了大概是空運協調完了以後 大概一個月的時間裡面就把全部拍完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個無人的系統裡面 它可以展現的效益 已經 這個 很巨大 當然在整個農業上面呢 跟衛星的整合 在這一個多 高空跟低空 不同的尺度 或者是不同的spectral 可見光跟不可見光 它的容物底下 能夠掌握了整個生長的情形 生長的這個 栽損的狀況的辨識 那這個是目前我們國內非常好的技術 已經投入了在這些南向的部分 未來在這個Luster Mile的遞送 會是未來當重要的部分 那整個農噴 現在慢慢進入一個重要的 一個 大量期 的確農藝填污染是一個重要的 要搞量的因素 但的確它的效果跟它的神水量的部分 非常的好 總統也有來非常肯定 在環境的議題之下 請給我再給我一分鐘 環境的議題之下呢 無人機如果能搭配 用紋的 化學感測器的sensor 這是跟中科院化學所所一起的 它可以在不同的空中的高度的部分 來進行做它的採集 或它的捕捉 那加上時間的話呢 可以做為它的4D的追蹤 在一個多時多地的部分 那我們在經濟教授的指導之下 我們在觀天計畫 也在中科的部分呢 九個地面站 有很多學校參與 這九個地面站呢 就像切片一樣 一公尺 一百兩百三百四百五百 然後在不同的道路裡面去採集 回來以後呢 可以建立了 建立了一個動態的4D的模型 也就是說從台中的火力發電廠 到這個台塑到谷裡 可以看到整個陰流 它的整個分布的情形是如何的 那空布的這個狀況 它是怎麼樣去分布的 其實要如何去做陰流追蹤的 可以透過這個空間上面的 我剛剛說的 很像我在背部這個切片一樣 去做泥體化這產型 我想我們國內都已經可以做到這個部分 這也是蠻先進的 環境專家中研院環境電線中心 對不對 那我個人認為說 在未來的風力發電 這樣很困難要到達的地方 去做它的整個巡檢 大型的橋樑跟這個電塔 會是下一個蠻重要的商機所在 在送貨的部分也是下一個人之後要上機 我想我不用多說是 Pri-A的部分 但是安全的考量 決定是最大的 我們剛才民主部長已經有說了 在整個 他們可以拿到POD-1355的許可 蠻重要的是它從起飛的過程裡面 它必須要確保它的上升的航線 或是它下降的航線的部分 是完全不會做到事情 所以它不是只有自動的改革 它還要比較有V9的recognization 所以它因為它有確保了 它不是只有Sense and avoid 它連Sea and avoid都能夠包進來 美國銀行局才給它做 第二個它在空中的時候 它有UTM 它有跟ADC航管能夠整合在一起 所以它對於其他的航空機來講 可以發布給它 不會是有Clition的危機 那麼在最後呢 它Finding它降落這個地方 它必須做非常AI的去做追蹤 而且臨時如果有小朋友跑出來的話 你要知道不會打到它 因此它整個起飛跟降落的程序 必須要做到很好很好的設計 才能夠拿到這個許可 國內包含了 剛所有的陳大林老師 常工大學 我們相信未來國內的送貨 是整合了空中跟地上的五人車 去做最後的Last Mile遞手 也可能是一個符合載具 它下面的部分是電動車 但是上面掉下來 有飛行的動力器的話 變成一個無人機 然後整合在一起 我想時間的因素我就不多說了 在過去的農業的部分 以及無人機我們做整合的科技 已經在這四年裡面 經緯航也推行到這幾個國家 當這幾個國家不是只有POC 而是開始都在這邊建立的基地 反正台灣做出來的部分 接下來就送到新南下裡面去擴大規模 我覺得不管是無人機送貨 無人機巡檢 無人機的安全安防 這些都是這些國家滿重要的項目 那我們期待 透過我剛剛所說的 在台灣練兵 透過跨界的合作 透過產學研的整合 掌握前瞻性 以新南下為作為一個擴大 這樣的投射輻射的發展 是台灣的出路 以上是我今天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